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超出了凡人范畴的存在 确实是件挺麻烦的事情 怎么 范大人年轻有为 连大宗师都不放在眼里 严冰云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范贤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天下四大宗师 他只见过叶刘云一人 当时也只觉得对方唱的散曲蛮好听的 至于极其无名 但实际上与这位四大宗师同等格局的五竹叔 范贤从小和他一起长大 自然生不起激动的感觉 继续说上京了事情吗 如果太后听苦和的 而苦和要萧恩死 大人为什么如此确定苦和希望萧恩死 我有我的情报来源 范贤笑了笑 他没有说海棠的事情 也没有说神庙的秘密 嗯 那么上山虎就必然倒向皇帝 集合地挡所有的力量 才能将萧恩的老命保下来 哎 严大人 您看看 我们能不能从这件事情中 补取一些好处啊 严冰云摇摇头 忽然间想到了一件事情 微笑说道 哼 其实论到实力 北齐方面一向不住 这四年里 我也不知道看到多少 但是我相信 比起咱们庆国来说 北齐永远不可能占据盛事 范贤不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得出这个结论 有些疑惑 严冰云极其快意地笑了起来 只看朝廷将萧恩送回北齐 这一年多时间 北齐太后与皇帝勉励维持的平衡与和平就要被迫打破 下官实在佩服 佩服朝廷里谋划这件事情的真理 谋划萧恩归国的人物是长公主 范贤眼神宁静 心里却在冷笑 他说道 没有什么好佩服的 要知道 这一桩买卖是以你为代价 什么意思 是长公主一手将你卖给了北齐朝廷 然后于上山虎安排 将萧恩换回北齐 就算因为萧恩的事情 北齐朝廷有些风波 但你以为真会掀起多大的波涛啊 你不过是个贵人们操弄着的棋子 棋子便应该有棋子的自觉 像你这样对于捏在自己脑袋上的手还感到佩服的人 我还真是看不明白 这些话说得有些刺人 范贤是刻意为之 他想在严冰云的心中种下仇恨长公主的种子 不料严冰云却是面色宁静 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反而继续谋划道 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插手 萧恩的死活 既然让苦河都动了心 使团毕竟身在异国 是断然没有能力插手 也没有必要插手 我同意你的看法 不过 我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听你的意见 范贤将前些天崔公子的事情讲给严冰云听了 严冰云面色不变 大人想怎么做 范贤沉默了半晌 但他既然已经开了头 自然就会继续说下去 依照院子里的意思 我们会逐渐缩减现阳方面 在北方所获取的利益 院子里的意思 严冰云看着范贤的双眼 轻声说道 听说提斯大人 来年有可能掌管内库 范贤就当没有听见这句话般 微微笑着 严大人被关了大半年 消息还挺灵通嘛 长久的沉默之后 严冰云忽然说道 这些事情和我说做什么 因为北方的路线你最熟悉啊 如果将来有需要收网的那一天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就必须开始盯紧了 而离开了严大人 我在北方根本没有任何力量 范大人很看得起下官 我从来不以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病人 我相信 严大人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 依然是能够在北方 乌风唤雨的人物 我为什么要帮你 因为我是你的上司 范贤的面色渐渐寒冷了起来 我不是请求你的帮助 而是要求你的配合 严冰云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冷笑道 哼 等提斯大人真正接管监察院的那一天 我们再来说这个也不迟 范贤笑了起来 摆摆手 唉 我就知道玩这一套是不管用的 其实呢 道理很简单 长公主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不仅仅是我需要你 想来你也需要我呀 对不对 严冰云没有思考什么 很淡然地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必须说清楚 你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完全错误 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想要逐渐压缩长公主 从祖司中获取的利益 你就不应该找沈仲 沈仲是锦衣卫政府司的指挥使 一路北上我不找他能找谁啊 沈仲 常宁侯 这些都是太后的亲信 他们与长公主的交易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如果你想另起炉灶 为什么不去找那个年轻的皇帝 因为我看不清楚那个皇帝的心思 北七皇帝是个很纯洁的人 很容易激动的人 纯洁的激进派 是需要银子的 范贤看着他 半晌后说道 我信任你 目前我值得你信任 范贤心里松了一口气 拍着颜冰云的肩膀说道 放心吧 虽然如今的世界是他们的 但终究是我 说完这句话 他就离开了房间 留下身后再回味这句古怪话语的颜冰云 连着三天 使团方面还在处理与北七的外交事宜 正使范贤却与颜冰云在房中密谋着 渐渐的 颜冰云也不再遮掩什么 将自己掌握的情报 所以分析 很明确的为范贤今后的行动 确立了指导思想 一静不如一动 信仰那方面用托字诀 太后那方面也要用托字诀 唯独工中需要想办法接触一下 范贤曾经动过念头 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那位上山大将 却被颜冰云冷漠的阻止了 颜冰云认为 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去做 如果对方需要 自然会找上门来 范贤进入上京之后做的事情 以颜冰云的专业眼光看来 实在是一塌糊涂 感谢收听本集 庆余年 我是剧中范贤的扮演者刘明月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晓鱼团队制作 第二百八十二集 范贤沉默受教 知道这些事情 自己确实不如颜冰云 在闲谈之余 也曾经谈过重新整合北方谍网的事情 但颜冰云明显不放心他的能力 所以一直没有松口 一日用膳之后 范贤忽然开口说道 那位沈大小姐很有能力啊 居然知道你藏在使团里 又上门来了 颜冰云面如寒冰 绝情如流水 淡淡道 通知沈仲 他会处理自己女儿的事情 范贤看了他一眼 真的很不理解这位年轻的官员 是如何磨砺出如此冷漠绝情的心智 庆国的使团安静了下来 就轮到别的势力着急了 圣掌柜常常来送酒 卑微地传达信仰方面的致意 沈仲也重新邀请了范贤几次 范贤找了一个极好的借口推脱掉 对方也没有办法发脾气 反而是常宁侯 有些心痛到嘴边的肥肉溜掉 在沈仲面前哭丧着脸 催了好几次 长公主与上山虎之间 或许有什么协议 但是信仰方面在北齐 毕竟没有太深的根基 始终是需要监察院的力量帮助 经由范贤的劝说 阎兵云终于同意了他的计划 准备动用这四年来铺支的网络 南方传来的消息 表面沁国朝廷稳如泰山 没有一丝波动 只是监察院的报告里 提到山东路那边 最近出了几件极为蹊跷的命案 凶手杀死的虽然都是普通百姓 但是刑事的手法却极其凶残 这是刑部的案子 只是一直没有查出来 所以眼下是监察院四处接手 范贤没有将这件命案放在心上 严冰云也没有注意到这里 毕竟上京的事情已经够头痛了 而且二人在筹划那件英克事 范贤推托所有宴请的理由都很充分 因为这两天 他经常在陪一位村姑聊天 以那位村姑的身份 无论是沈仲还是常宁侯 都没有胆量和他去抢客人 北齐上京一条幽静的街巷之中 一男一女正在散步闲聊 话语轻轻飘了起来 扰了那些正骑在花丛里贪密的蝶儿 自然乃一天地 一人乃一天地 所谓天人何义 便是人事必须依循天地自然之道 二者方可和谐 和谐只是表状 但人以为天人何一 与天人相通 又有何差异 这一点 本官就不清楚了 只是觉着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如此方能和谐 还是和谐 和谐最高吗 范大人今日所论别处基柱 朵朵实在是佩服 嘴里说着佩服 村姑海棠却依然是双手插在大口袋里 拖着布子 面色宁静 在大街上像个懒婆娘一般走着 脸上哪有半分佩服的感觉 范贤自嘲地摸摸鼻子 如在宫中那天一般 学着海棠的模样 走起扫地步伐 心想 幸亏这条大街比较安静 不然我们两人这般走路 只怕会被旁观的行人笑死 似乎猜到范贤在想什么 海棠说道 我只是觉得这样走路舒服 至于旁人怎么看 我还真不在乎 范贤略意思寸 发现这话倒也挺正确 人都是好意勿劳的 这样走路确实比昂首挺凶 要来得舒服起来 问题是如果真是懒 为啥不去床上躺着呢 他心里这般想着 嘴里就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 我还是觉得躺床上说 海棠姑娘要是愿意呢 咱们可以躺在床上 说说文学聊聊人生啊 海棠看了他一眼 范贤有些窘惑地笑了笑 没有解释什么 他对于海棠这个奇妙的姑娘 确实没有太多男女方面的想法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与他一路闲谈 总会让自己觉得很放松 重生之后 范贤一直想经历许多有趣的事 认识许多有趣的人 此次出访北齐 很大程度上 也是为了满足他这个精神需要 虽然一路上加着暗杀阴谋 事情并不如何有趣 但认识了严冰云和海棠 这两个有趣的人 范贤觉着已是比较划算 听说范大人前些天 与沈仲大人见过一面 海棠轻声问道 伸手拨开接盘垂下的青枝 如今天时已经渐入夏季 只是前些天雨下的蜜 所以没有暑气烘烤 树木花丛 春意犹存 范贤点点头 嗯 不欢而散 他知道苦河虽然超然于朝政之上 但看得出来 这一脉的力量依然是偏向太后方面 所以猜到海棠为什么要问这个 不欢而散 海棠微笑着 那张平长的脸上温柔无比 我只是很好奇 范大人如此急忙地抛出那蠢提议 难道不怕传回南方 对你的官声造成影响 范贤心头威力 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 我不是很明白姑娘说的是什么 太后对大人的提议 很是动心 海棠姑娘应该知道这些天 本官一直闭关俱客 之所以您一说话 我便出来陪您散步 全是因为本官心里觉着姑娘 虽然在雾渡河畔曾经出手 但毕竟是世外高人 不会谈论这世上 隐隐苟苟是 海棠姑娘 您令本官失望了 我如果不说这些 只怕范大人会更失望才对 海棠心神清明 根本不会被范贤的花言巧语骗了去 太后请您入宫 范贤呵呵一笑 拱手行礼道 劳烦海棠姑娘传话 辛苦了 范大人先前说 成者天之道也 成之者 人之道也 海棠明亮有若宝石的眼眸 望得范贤一阵恍惚 既知其道 何不行之 世人已成 岂不轻松 范贤深吸一口气 缓缓运起体内那道古怪的霸道真气 抵抗住海棠处传来的压力 微笑说道 世人已成 成有大小之说 成于人 小道义 成于天下 大道义 海棠姑娘若已成待人 可不告诉在下 萧恩究竟有什么秘密 竟连令师这样的室外高人也懂了心念 成于天下 家师成于天下 恶不能多言 只是萧恩心头的秘密 保住了他二十年性命 若那秘密传于世俗民间 只怕天下会乱伤二十年 范贤心头微正 他知道一些旁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二人复归清潭之道 不外乎是在哲学神学这些玄之又玄的门道上打混 反正范贤有前世的中折史打底 从董路王的理论里随意捏几条出来虚应着 便让海棠大敢吃惊 只是许多年之后 海棠姑娘缓缓回味 开始整理范大才子的理论 这才发现当年那个年轻人竟是什么也没说 不知道为什么 春末夏初的北齐上京城 雨水竟会如此丰沛 先前还是淡淡暖阳要春光 一阵微寒小风吹过 便有雨点子穿过二人头顶的树枝 泼洒了下来 轰的一声 范贤撑开身边的不雨伞 抵在海棠的头顶 一般情况下 以范贤的身份 出门寓语 自然会有下属打散 但此时就他们两个人 纯以表面的身份论 他给海棠打散 是理所应当之事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海棠朵朵的扮演者 沈面如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二百八十三集 雨水见湿了街道 范贤满脸平静的 看着街上四处躲雨的人们 实际上却小心地观察着海棠的步伐 此时二人 鞋下全是积水 范贤早已撤了村姑部 存心想看海棠会怎么走 海棠 依然那般走 范贤有些无奈的耸耸肩 这才发现海棠的双脚 虽然在积水之上拖行着 但似乎鞋底下 有一种看不清楚的力量 正拖着他的全身 鞋底与水面 竟是没有接触 这种功力 范贤自存 根本不是自己所能达到的程度 不由自嘲笑道 海棠水上飘 海棠没理他 依然那般走 我就不信这么走路能舒服 我不喜欢那个叫严冰云的人 我想海棠姑娘一向身居山中宫中 应该与咱们大庆朝的云大才子 没什么交往才对 用欺骗女子的手段 获取自己的利益 这一点 海棠相当不耻 我们是官员 不是一般的民众 范贤替严冰云开戒着 他不愿意小颜公子这一辈子 都被一位酒品上的强者惦记着 为了庆国的利益 有些不得已的事情 我们也必须去做 丑陋便是丑陋 不要再用官员来做演示 虽说无情未必真好解 但若心房太过柔软 在这乱世上 如何生存下去 范大人以为 如今的天下乃是万事 人心思乱 范大人以为 乱世方能出英雄 不求以英雄之名历史 只求做个 无愧于此生的大丈夫吧 二人说说停停 已是来到一处小庙的外围 恰在此时 天上的纷纷落雨 很凑巧地停了下来 此地远在京郊 十分幽静 四周没有一丝人心 一片树叶 落在庙前的石阶下 庙门被缓缓推开 范贤看着庙里 坐在乡岸旁的那位女子 微微失神片刻以后 行礼说道 四姑娘 好久不见 范大人要做大丈夫 想不到 却果然如我所料 是个怜香惜玉之人 刷的一声 范贤收拢 湿漉漉漉的雨伞 望着起身相迎的丝里里 无情未必真好解 您子如何不丈夫 无情未必真豪杰 脸子如何不丈夫 海棠缓缓重复了一遍 玄吉脸上又回复了那种平常的笑容 领着范贤踏入了小庙墓门 范大人 斯里里脸刃一礼 范贤面上带着温和而疏远的笑容 拱手回礼 四姑娘什么时候入到上京 托大人福 三天前就入京了 一路平安 多谢大人寄惯 斯里里缓缓垂下眼帘 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旅途中的 红绿色青衫 此时天时已热 自然不怕着凉 范贤又与他轻声说了几句话 海棠在一旁平静看着 眸子里却闪过一丝笑意 面前这二人面上做出的陌生 又怎能逃得出他的眼光呢 范贤此时的心里也有些奇怪 为什么海棠会将我带到斯里里寄住的庙中 一直俯视斯里里的那些宫中嬷嬷 就去哪了 难道海棠不知道我身为外臣 此时与北极皇帝想要的女人 应该保持着三千里距离才合适吧 海棠解释了范贤心头的疑惑 这是我住的地方 李李如今不方便入宫 所以陛下请我代为照顾 范贤苦笑了一声 这才想起斯里里曾经说过 身旁这二位姑娘 当初是在北齐皇宫里的手帕交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难道苦河也住在皇宫里吗 妙虽偏远 但范贤依然有些忌讳 只是闲逐数据便对海棠说道 我在外间等姑娘 不等海棠与斯里里回话 竟是出了门 在外面的天井里等着 等范贤出门以后 海棠静静地看了斯里里一眼 沉默半赏忽然说道 我将他带来与你看一眼 你没有什么话要与他说 斯里里抬起头来 那张妩媚至极的脸上 闪过一丝网然 轻声细语说道 我说过 我不想见他 估摸着他也不想见我 此时他在门外 还不知怎么埋怨你呢 海棠 你太胡闹了 就算你是苦河的徒儿 这种犯机会的事情 还是少做一些 只是看看怕什么 咱们那位陛下 可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另一处雅致干净的小房内 屡屡清香 贱迷禅房 积上清茶与加石的 琥珀色一混 让人看着感觉十分宁静 你带我来见斯里里 究竟是为什么 范贤盘西坐在茶几令一面 皱着眉头 那张轻易脱沉的脸上 多了些许烦恼 关于萧恩的事情 他在努力的进行安排 斯里里却是一块烫手的土豆 先前我说过严冰云 我想看看范大人 是不是和世间一般着雾相同 着雾这个说法 倒心气荒唐 范大人莫非没有看过石头记 海棠似乎有些讶异 范贤心里咯噔一声 没有应这句话 只是苦笑着说着 海棠姑娘 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斯里里姑娘只是我一路押送的药饭 只是协议中的一个标的物 我与她之间并无什么瓜葛 大人也误会我的意思了 今日请大人来寒舍稍作 实在有件事情 需要大人帮忙 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上次陛下将范大人留在宫中所苦恼的事情 范贤看了他一眼 发现这姑娘平常无奇的面容 很容易让人生出亲近感来 明显那个时候 陛下不想你知道他的苦恼 海棠用左手轻挽右手的袖子 两根手指端着一个小茶杯送到唇边 徐徐戳了一口 说道 陛下最开始确实不想让我知道 但是他与我 却是有多年情分的好友 而且在大齐朝中 愿意帮他解决这个苦恼的人 除了我之外 并没有几个人 我一直很不明白 范贤此时当然猜到北齐那位少年天子在苦恼上了 既然朝野上下 对于斯莉莉入宫有这么大的反对意见 瑞国皇帝为什么还要以意孤行 看目前这局面 斯莉莉竟然只能暂时寄住在海棠姑娘居所 想来太后也不允许她入宫 范大人是怀疑 这件事情后面还有隐情 不错 我从来不相信帝王家 还有所谓感情这种东西 不知为何 范贤有些隐隐的不愉快 说话便显得尖刻了许多 海棠一正 双眼静静地盯着她 半赏以后说道 丽王也是人 男女之事 怎能说得准 范贤摇了摇头 想到以前那个世界的皇帝们 或许唐玄宗算是一个另类 可最后杨贵妃不还是在马维坡 化作了一缕香魂吗 范大人已经成亲了 海棠壮作无意说道 范贤微微一愣 玄机想起了家中的妻子 想起了庆庙相案前的那次出狱 为由唇角扶起了一丝 充满幸福感的微笑 感谢收听本集庆云年 我是剧中斯里里的扮演者 云和追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海棠注意着他的面部表情 在心里叹了一声 面上微笑说道 听闻范大人夫妻感情极好 若有人阻止你们二人在一起 您会如何做 范贤挑挑眉毛 没有回答 但如果这世上真有人敢夹在他和婉儿之间 那一定是自寻死路 渐渐的 他似乎也有些明白了 宫中那位年轻的皇帝的情绪 但是想到对方倾慕的对象是斯里里 范贤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异样 虽然他与斯里里的协议里 只是彼此利用的关系 海棠所请 其实也是范贤所愿 斯里里如果不能入宫 损失的只可能是 庆国的监察院 他只是猜不到对方为什么会想到找他 朝野上下 没有人愿意帮陛下 将斯里里引进宫来 大人应该清楚 斯里里在南方的身份有些问题 而我 毕竟又于身份 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什么发言权 哼 他那是在为你们北齐卖命 难道我有什么发言权 我只是一个外差而已 这件事情在雾渡河之后 就应该与我没什么关系了 陛下与我的意思 只是想借助范大人您的智慧 范贤哑然失笑 轻轻用手指 平伏了一下头顶的飞发 海棠姑娘真是台爱在下 范大人本是鸡鸡无名之人 不过一载功夫 便成为了天下瞩目的一代诗仙 难朝十全大人物 若说范大人没有智慧 这世上 没人会相信 我会想个法子 但不知道能不能成 范贤取了鸡上残茶 一口饮了 冷冷说道 温锦还是太后 如果太后不愿意 什么法子也甭想成功 海棠站起身来 微微欠身 先行谢过 看来姑娘与私利里的情分 果然不浅 范贤恭身还礼 静静说道 若在下将来有求于姑娘 还望姑娘记得 今日你我之间的情分 只要不设本国朝政 无不与诺 放心 我要托您办的事 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如果发生了 也只是我们庆国内部的问题 而且也不用您腻了 平生所求自然之道 如此便好 海棠心里轻松了一些 范贤身为南朝政史 在上京所有的行动 都必须处在 北齐朝廷的监视之中 这是双方外交事务中的 默契与习惯 所以极难有 完全自由行动的机会 不过今天例外 因为范贤是在与海棠姑娘散步 海棠姑娘明显很不喜欢 锦衣卫里那些老鼠跟着 所以一路雨伞同行 看似闲庭信步的走着 却将那些暗烧全都甩了 相信那些锦衣卫 也没有胆量在海棠表达了 明显的敌意以后 仍然跟着二人 从那间住着两位姑娘的奇妙小庙 出来以后 范贤伸了个懒腰 发现街角并没有熟悉的锦衣卫 脸上浮出一丝快乐的微笑 抬起脚步 向街角的一条小巷里 走了进去 雨后无情 只有清风吹拂着枝头 偶尔坠下的露珠 擦着范贤的脸颊划过 想到斯里里与皇帝 范贤还是有些不明白 不过海棠刚才提及的话题 却让这位不过十七岁的男子 满腔心思都回到了京都 回到了妻子与妹妹的身边 思乡的情绪开始泛了起来 温暖的感觉开始盈满胸意 巷口偶有行人经过 有些苦力正推着板车 抄着进路 赶往做工的店铺 范贤脸上带着那丝 阳光般美好的温柔笑容 缓步向巷口走去 一辆板车从范贤的身后 推了过来 将将擦身而过的时候 范贤手腕一翻 一直捏在掌心里的黑色匕首 横着刺了过去 扑斥一声温响 匕首插入苦力打扮的密探咽喉 寒刃入肉 那人利弊于地 下一刻 范贤已经踩着江帆的推车 整个人像一道影子一样 飘到了巷尾 手指夹着一根毒针 扎入一个人的胸肩大穴 左手极诡异地从右腋下穿出 三枚弩剑齐发 将正满脸愕然的另一人 活活钉死 反手一掌 将全身拔盾 不能动的那个人的顶椎砍碎 范贤脱下身上的衣服 翻了过来 用羽帽遮住了自己的头领 遮住了自己阳光般的笑容 从死人身上拔出弩剑 走出了巷口 从小庙出来以后 范贤的身后一直有三个人跟踪着 不知是锦衣卫的密探 还是宫里的人手 但不论是哪一边的人物 今天范贤都不会允许有人跟着自己 拔掉了这三颗钉子 范贤确认再没有人跟着自己 这才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出了巷口之后 他没有坐马车 因为任何一次与人接触的机会 都有可能留下北齐方面 可能查到的蛛丝马迹 在湿漉漉的街道上 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借着人群的掩护 范贤低着头 沉默地行走在异国的百姓之中 依照监察院的反跟踪守则 他此时应该寻一间布殿之类的所在 然后通过后门 再经历几次转折 才能去往自己的目的地 但是范贤没有采取这个方法 一来是他自信没有人跟着自己 二来他认为转折过多 接触的人过多 反而容易被人发现 只是途中很小心的 偷偷进了一处官幻府地 不知去做了些什么 很凑巧的 此时上京的天空 又开始纷纷下起雨来 雨丝无声却有形 有笑地掩去了范贤的行踪 上京南城教方附近 有一个平民聚居区 叫做张家殿 此处龙蛇混杂 人稀纷乱 但这些年治安还算不错 加上生活所费便宜 所以渐渐热闹了起来 那些没有多大资本的小商贩 也开始鼓起于勇 存起于钱 在这条街上置了一些店面 做起了坐地生意 此地不比秀水街 卖的都是日常用物 价钱便宜 质量自然也算不上太好 那东面走过去的第三间坡子 就是这样寻常的一个地方 这间铺子是卖油的 油是从东夷城那边运过来的海外棕油 虽然价钱便宜 口感也还不错 但是色泽不太好 尤其每到冬天的时候 总会有一层白色的絮状物 所以一般稍有些钱的富户 都宁肯用齐东那边出产的菜籽油 好在没有闲钱的人总是大多数 所以这家连招牌都没有一个的油铺 还能生存下去 不过也不敢多请人 除了一位老掌柜之外 只请了一个帮工兼伙计 今儿个反反复复下了好几场雨 张家店这里的行人本就不多 今天更显得有些空旷 但油铺的买卖与天时没有什么关系 谁家没油吃了自然会先来 所以油铺的老掌柜并不怎么着急 反是搬了一个长凳子 坐在自家门口 看着店铺外的雨丝发呆 也许是掌柜的真的老了 店里的年轻伙计 觉得这一年里老掌柜发呆的次数 要比以前多了很多 掌柜的 我要买油 一个人站在了油铺的门口 挡住了店外暗淡的天光 老掌柜摆摆手 示意他自己进去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海棠朵朵的扮演者 沈念如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285集 范贤掀开自己的羽毛 露出一张平时无比的面孔来 笑了笑 走进铺子里 对着那个正在打着哈欠的伙计说道 小伙子 我要买油 您要点什么油 本店除了棕油之外 还新进了一批齐东来的菜籽油 那位伙计态度恭敬 心里却在嘀咕着 来咱店的人当然是买油 这不说了句废话吗 给我来半斤棕油 好嘞 他利索无比的灌油上秤 然后发现对面那人竟然双手是空的 不由摸了摸脑袋 这位客人 您拿什么装 您这儿有壶吗 有 木壶三文钱一个 伙计很高兴多做了一笔生意 那个人接过油壶以后 却没有说话 似乎还在考虑什么 您还要点什么 有香油吗 这句话很轻柔 并不怎么大声 坐在铺子外面的老掌柜 撑在长椅上的枯干右手 却微微颤抖了一下 咱们这店没有这么好的货 这整个张家店 谁家吃得起香油 正说着 老掌柜已经慢条斯理的走回了柜台 挥手示意伙计离开 满脸微笑地望着这个客人 解释道 哈哈 香油太贵 除了祭天的时候用用 一般没有人买 这祭天的日子 还有大半年 所以小店 没有进货 除了祭天 祭人也是可以的 老掌柜笑得愈发恭敬 说道 那您说说数量 本店可以代客订购 对话到了关键的地方 所以二人说话的声音都小了起来 不过那个人的记忆力一定很好 所以才会将下面这一批六金两 说得清清楚楚 毫不含糊 我要买七斤三两九千四毫 棕油 老掌柜噼里啪啦打着算盘 然后面有难色说道 这价钱有些问题啊 这位客商啊 咱们入内室再谈吧 如此也好 老掌柜吩咐伙伙计在外面看着 便领着这位客人进了后室 伙计此时才知道 原来来人不是来买油 竟是来卖油的 不由伸了伸舌头心想 刚才 幸亏没有得罪这个做香油生意的老板 这位香油商人自然是范贤乔装打扮的 他随着老掌柜入了后室 才发现这和自己想象中的街头地点完全不一样 竟是天光清透 一片光明 没有茶水 没有寒暄 老掌柜盯着范贤的双眼 苍老浑浊的眼中 带着一丝闪慎 说道 客人 从南边来 范贤点了点头 老掌柜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范贤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心想阎兵云弄的这套程序实在是有些繁琐 无奈何只好将自己牢牢记住的另一个数字报了出来 直到此时 老掌柜才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整个人才放松了下来 从袖子里哆哆嗦嗦掏了半天 将一把脆了毒的小刀搁到了手边 范贤明白 如果来的人是齐国的探子 这位老掌柜必须在第一时间内了断了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颜兵云被升勤以后 一直觉得很屈辱的原因 老掌柜看着范贤 开口说道 大人在监察院里 认什么指思 我想隐形的状况 不允许我们啰嗦 已经一年了 已经整整一年没有收到上面的消息 头目出世之后 朝廷一直没有派人来接受 我还以为朝廷准备让我们进入沉默期 所谓沉默期 就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系统 一旦出现缺口之后 便会马上停止一切运作 以免暴露 这个时期 有可能只是一个月 也有可能是十年 范贤咒咒梅 颜兵云这个大头目被擒 本来是两国谍战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颜兵云自身并不需要承载运送情报回国 亲身打探这些危险的事情 但是长公主玩了这一手 却让整个监察院北方的网络都陷入了瘫痪 颜兵云一直在北齐人手上 朝廷及监察院方面 自然不敢冒险与这些下线联系 所以才会造成这一年的空窗 我希望一年的停顿 大家的身体都没有生锈 请大人放心 老掌柜知道面前这个人 既然能够前来接替颜大人的直思 那一定是院中了不起的大人物 而且隐隐能嗅到对方身上的血腥味 老掌柜回答得格外小心 请大人发令 三件事情 有机会 范贤看着面前这位老人 知道这一年里 对方乃至下面那些不知树木的院中密探 一定过得非常的艰难 就像是漂泊在外 无处归家的孤儿一般 所以刻意将话语放轻柔了一些 最急的事情 马上查出来萧恩被关在哪里 第二件事情 查下太后与皇帝之间生出嫌隙的真正理由 这是范贤一直不明白的一点 那位年轻皇帝 似乎有些吃多了称的 老掌柜面色不变 虽然知道这两样任务 无论哪一桩都是极困难的事情 也只是静静等待着面前这位大人 发布第三条命令 查萧恩的事情要快 宫中的事情可以换完 至于第三项命令 我想你应该清楚 内顾这些年来 一直在向北面走私 老掌柜眯起了双眼 眼中头一次出现异样的光彩 那是信仰方面的问题 老人 院中终于决定动手了 查 给我查得实实在在 不过一根号码也不要动它们 但要把所有能控制住的关节都控制住 将来如果院子要动手的时候 要保证手里有的东西 足够将这条线路打捞得一干二净 明白 老掌柜知道这是长线任务 可以慢慢来 范贤的心里却在想别的事情 崔公子那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丈母娘故意在试探自己 还是对方目前有求于己 所以暂时忍让 虽然颜值的事情 广信公的事情 信仰方面一直不知道是范贤所为 但是刑部大堂上的冲突 却让他与长公主的矛盾 渐渐浮出了水面 我应该如何回复大人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范贤不清楚当初颜兵云 是如何与手下这些暗哨联络的 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轻声说道 两个月之内 应该没有具体的执行人来上京 不过我会暂时委派一个人 来负责与你联络 大人请谨慎 虽然自萧恩被抓之后 这二十年里 北齐的锦衣卫远远不能和当年北魏的提齐相提并论 身在敌国 下属总要为下面那些孩儿们考虑 范贤点点头 这也正是为什么迟迟一年 监察院都不敢冒险 北上联络这些孤儿的原因 放心吧 我找到那个人 是院子里最不可能被人跟踪的家 毫无疑问 他说的是王启年 那个一辈子只会跟踪别人 却没有被人真正坠上过的奇才 感谢收听本集 庆余年 我是剧中范贤的扮演者刘明月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第二百八十六集 在这个地方不能多待 说了几句话之后 范贤便准备起身离开 离开之前 他忽然说道 街头的暗号改掉 是 大人 131452777 是 大人 131452777 老掌柜又重复了一遍 这个看似毫无规律可循的数字 没有丝毫的差错 范贤点点头 有些满意 然后回了前堂 像个商人一般 与老掌柜拱手告别 还没望了手中提着两壶铜油 看见这位客商出门以后 小伙计凑去说道 东家 这么早就准备进香油 老掌柜望着店里 这唯一的一个小伙计 微笑说道 是啊 有一笔大生意 伙计心想 就自家这个烂油铺 难道能像东夷城那些油商一样 做挤传挤传的大生意吗 几百斤的生意就叫大生意 小伙子不免有些瞧不起老掌柜的不思进去 路上范贤很小心的将手里的油处理掉 他不敢赠予街头的乞丐 也不敢随手丢掉 因为监察院密探的刑事准则 很关键的一条 就是不能低估敌人的能力 虽然北齐锦一位指挥使沈仲 在那个雨夜青楼里 表现得似乎并不如何强大 但范贤知道 那绝对只是一个伪装的表象 将油壶很干净的处理掉之后 范贤踏上了返回使团的路 此时天光一暗 路上行人渐驱稀少 经过上京玉泉河上的拱桥时 范贤在雨棚内 用双手在脸上揉弄了几下 将从那户小姐家图的脂粉腌脂 全束抹掉 挤成掌心里的一小团黄红乌粉物 他的手掌在石拱桥的狮子上轻轻摸过 掌心粉末速速落下 巧无声息地与桥下的河水混作一块 再也没有人能够发现丝毫痕迹 落桥穿巷 从某一处民宅侧边转出来时 范贤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 取下雨貌 翻转长衣 像是刚刚与海棠姑娘分手时那样 面容清秀 神采轻易 范贤大摇大摆地回到使团 在别院对门喝了很多天茶的锦衣卫 望向她的目光有些异样 范贤清楚 那三枚钉子死了的消息 一定已经传到了沈仲的耳朵里 但是锦衣卫方面只能吃下这个门盔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报复回来 那就不在范贤的考虑范围之中了 别院最幽静的那个院子里 长长的屋檐下 阎兵云正半躺在一个矮榻上 榻上堆满了柔软的棉被 虽然范贤给她疗过伤 但这一年来所受的折磨 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 她的身体四处受的伤 受不了大力的触碰 所以范贤想了一个法子 把她埋在棉堆里面 好在最近天气不太热 虽然知道这位冷漠的北蝶大头目 如今是身心俱疲 急需休养 但是范贤仍然有些惭愧的要打扰她 因为在北齐的最后这些天 她必须借重阎兵云的手段 就今天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交代之后 严冰云有些阴沉的看着范贤的双眼说道 我希望大人没有露出痕迹 不然我手下这些人被全数拔起来 就算您是院中提私 我也一定要参 我知道你手中的力量远不止这一条线 单线联系虽然安全 但是效率太低 其他的几个方面 你也要想办法动起来 不过我大概没有时间去处理了 我准备交给王启年联络 不知道你对这个提议看法如何 严冰云的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面前这位院中最年轻的高层官员 这些天的表现只能说是重规重矩 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听取自己的意见 但是今天居然会一语道破北方的网络 看来对方确实有些能力 王启年我放心 院子里最早在北方潜伏的那批人 王大人就是其中一位 范贤微微一正 没有想到王启年当初还做过这件事情 又听严冰云继续说道 依照大人的计划 我们会配合上山湖 把萧恩所在挖出来 但是我不希望 院中的人手涉入太深 范贤答应了他的要求 知道他是不想潜伏在北边的人手 因为朝廷内部的征压 而付出太多的牺牲 硬称道 放心 我会有分寸的 上山湖乃一头雄狮 可惜在上京这片深海里 却找不到借力的地方 所以才会寻求长公主的帮助 身为臣子 你我依照长公主的意思做事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你要掌握好分寸 我相信上山湖动手救萧恩的时候 也就是太后 与沈中清除军中力量的那一天 范贤知道这位外表冷漠的监察院官员 猜到他想做什么 也不会多说一句话 只是轻声说道 这正是我所希望见到的 我不会低估沈中 对于上京的监控能力 由着他们去斗去 反正对于咱们庆国来说 没有一丝损害 离开后院 范贤找到王启年 将任务分发下去 王启年将那串数字记得清清楚楚 知道后面这些天 自己就要担负起这个危险又重要的工作了 他不是那位邮电的老掌柜 他是范贤心腹之中的心腹 所以壮着胆子问道 一三一四五二七七七 大人 这串数字好像代表着什么东西 一生一世 我爱钱钱钱 范贤笑了笑 在淡州的土话里 钱与七的读音极其相似 邮电的老掌柜 这几天生意不错 多卖了几桶油 一个潜伏在黑暗中的消息 便开始在沉寂了一年的监察院四处 北方司间谍线上流动了起来 没有用多久的时间 那些伪装成北齐各式各样 普通百姓的间谍们 都领到了一年之后的头一项任务 情报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反馈回来 经由线上的几个断点进行归纳 最后送到了张家殿的邮电里 同一时间 南庆使团开了几次宴会 用酒量也增加了不少 自然而然的 秀水街那位圣掌柜 不免也往使团别院里多跑了几趟 多拍了几次范正石的马屁 相信他从范贤的手中 得到了信仰方面 与上山虎一直想要的那个信息 居中处理许多信息 并且从中摘出有用的情报 加以分析 最后得出一个相对精确结论的人物 是颜冰云 这几天里 后院经常传来他咳嗽的声音 范贤并没有太多事情要做 他毕竟是使团正使 喝酒加迎来送往才是正途 而这一天 他是在海棠姑娘的陪伴下入了宫 海棠前些天就和他说过 太后邀他入宫 有要事相商 喝酒对于范贤来说 本来是一件快乐事 与敌国风韵游存的太后饮酒 也不是什么苦闷事 但是当范贤回到使团以后 所有的官员和下属都知道 他今天的心情相当不好 但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房间里 范贤冷冷地看着林静 这个使团究竟我是正使 还是林大人是正使 林静好生不安 有些紧张地应道 范大人 何出此言呢 使团自然为范大人 马首是真 好好好 那林大人来告诉我 为什么今天入宫 那个太后居然说 北齐的大公主 要嫁给本朝的大皇子 这是何等大事 为什么出使至今 本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你们在红炉寺太常寺这些天 把公主出嫁的事情都安排妥 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回城的时候 还要送亲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严冰云的扮演者 钱文青 更多精彩 竟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二百八十七集 林静大松了一口气 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笑着回道 大人 您可别怪下官和林文大人 使团只是赚了封太后的亲笔书信 给北齐的太后 咱们这些做下沉的哪里知道 竟是两位傅道人家在信里 就订了自家儿女的婚事 等着事情从宫里传了出来 咱们还能说什么呀 这件事情 本来是要通知大人的 但大人前些天经常不在使团 所以误了些时辰呢 林静眼珠子一转 知道这位年轻大人有些生气 笑着递了一封信过来 正式的国书 马上就到了 这是朝廷的密信 表明了陛下和太后的态度 当然是愿意成就这门婚事 其实 还有两春喜事 下官要恭喜范大人 恭喜个屁 胡闹台胡闹台 范贤一想到又横生些的事情 好生恼火 竟连陈平平的口头禅 也学了个十足 笑骂道 那些老娘们吃多了咸菜蛋操心 也不怕把我们这些跑腿的累死 林文吓了一跳 心想 这话何其打逆不道 朝廷的事情有朝廷的规矩 但宫里的事有宫中自己的渠道 大人也不要太过在意 范贤点点头 心想这联姻之事虽然似乎有些胡闹 但看双方朝廷如此着急 想来也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局面 只是南庆北齐并称当是两大强国 如果这两个国家一旦联姻 那些躲在边远处偷笑度日的小国皇帝 只怕乐不起来了 当然最头痛的 应该还是四顾见一见守护的东夷城才是 对了 你刚才说我有喜事 范贤皱了眉头 不知道定下秋初回京的大王子成婚 与自己何喜之友 林静林文两兄弟对视一眼 呵呵笑道 大人自己看过朝廷来信便知 依惯例 当朝廷来信时 若正使不在 身为副使的林静有权力先行拆开 你们说吧 范贤皱了皱眉心 有些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安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是 大皇子婚事定后 二殿下的婚事也定了 陛下有指 二皇子与京都守备叶家小姐叶灵儿的婚事 定在明年春时 范贤微微一正 嗡了一声 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 那位在湖畔叫我师父的小女生 也要嫁人了 他见过二皇子 知道这位二皇子保读师叔 却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此时听说叶灵儿要嫁给二皇子 不免有些为叶灵儿担心 同时心思又在想那位皇帝陛下到底想做什么 这门婚事明显会将拱卫京都的叶家与二皇子绑在一处 难道那位皇帝真的想换储君 范贤心头一惊 脸色却异常平静 微微侧头说道 这和本官有什么关联 林文强在兄弟之前谄媚笑道 恭喜范大人 贺喜范大人 陛下旨意里还提到 贵府大小姐贤良淑德 大体食材 特赐婚晋王世子李鸿成 贵府大小姐 贵府是那个贤 范贤有些枉然 有些愚痴的感觉 半赏之后才反应过来 难道说的是若若 若若妹妹要嫁给李鸿成 不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范贤豁然站起身来 一挥一袖 旁边几位近身官员张大了嘴 不知道范大人 听见亲妹妹的婚事以后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众人恭喜范大人 贺喜范大人 本是绝对发自真心的说法 像范府一家 斯南伯范贤为吏部尚书 掌管庆国钱粮 范贤身为监察院提司 陛下指婚前任宰相之女 那位小姐还有一个大家心知肚明 却不敢提的尊贵身份 如今就连范家 大小姐都被陛下许给了 堂堂世子李鸿成 如此胜券 本朝之中还真没有第二个 范大人的反应居然是 不行 范贤一时失态 眼角余光看着众人 恶然的神情 心头一片糊涂 马上却醒了过来 哈哈大笑道 李鸿成这小子天天逛青楼 不用几百罐美酒 将我这个大舅子赔好 我才不会让妹妹嫁给这家伙呢 范贤演示的极好 众官员也知道 范家与晋王家交好 他与晋王世子也是极好的朋友 这般说法果然是开玩笑 众官哈哈笑了起来 说范大人幽默 又说回京后定要上府叨扰 更有人说 要与范大人同行 去寻那晋王世子 好好敲诈几顿美酒才是 范贤也是眉飞色舞 满心欢愉的与众官员说着闲话 像极了一位听说妹妹即将出嫁 而兴高采烈的兄长 众人散后 范贤一个人走到幽静的后院 站在郎柱之旁 看着南方天空 从满天黑云的空隙中钻出来的星辰 两久无语 妹妹要嫁人了 妹妹要嫁人了 范贤眯着眼睛 看着天上并不明亮的星辰 在夜幕重云之间忽闪忽闪 一阵心计 脑中全是这句话 这件事 虽然他早就知道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在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 在淡洲给那个黄毛小丫头 讲白雪公主的故事的时候 范贤就知道眼前这个小黄皮猴 将来总有一天是要嫁人的 在淡洲与京都的书信往来间 他也偶尔会想到 信纸那头那个渐渐长大 不知道模样的小姑娘 将来也会嫁给一个男人 后来到了京都 看见那个眉宇间藏着一丝冰雪 而人也如冰雪般聪慧 视自己如师 敬自己如兄的姑娘家 范贤笑呵呵的想着 将来如果有哪个普通的男子娶了他 一定会过得很辛苦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也许是从范贤猜到 自己身世的那一天起 范贤就开始下意识里拒绝思考 弱弱妹妹将来嫁人的问题 哪怕那位微服出访的皇帝陛下 在流经河畔的茶坊里 对着兄妹二人说 将来会给弱弱安排一门好亲事的时候 范贤依然拒绝去想这个问题 可事情向来不是 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范贤自己成亲之后 范弱弱的婚事自然也成了马上要解决的问题 范贤下意识里轻轻拍着身边的郎柱 心里一片糊涂 虽然当初曾经与妹妹说过这个问题 还曾信誓旦旦的说到 做哥哥的一定会让妹妹找个好人家 但事到临头 一向爱装糊涂 实际上心思一片清明的范贤 却难得的糊涂了起来 脑子里就像有无数条线 在穿插来回 让他兼于呼吸 不急思考 啪啪啪 手掌与狼柱拍打的声音 轻轻回荡在院内 很丑 一个声音十分冷漠的从走廊的另一头传了过来 范贤苦笑了一声 今日心情震荡太大 所以忘记了自己住的院子里 如今还住着一位同样冷漠的阎兵云 大人今天心思好像有些纷乱 阎兵云不是关心他 只是好奇这个习惯于将一切心思都隐藏起来 只留给外人一个轻易阳光模样的监察院提思 为什么今天晚上如此唏嘘呢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小范贤 还有范弱弱的扮演者梁小鱼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288集 范贤将眼光从乌鸦鸦的夜空天幕上收了回来 想了想后说道 我妹妹要嫁人了 范家大小姐 京都出名的才女 想来应该是陛下指婚 不错 我未来的妹夫是晋王世子李鸿成 京都的年轻人都知道世子喜欢你妹妹 是吗 为什么我不知道 听说大人与李鸿成交好 如今贵妇与晋王联姻 看南方朝中 除了几位皇亲外 单论亲贵 还真没有哪位臣子 能集得上范府 下官真要恭喜大人了 范贤总觉得 严冰云冷冰冰的恭喜礼 总加着一丝恶毒的意味 他微微偏头笑道 确实是件喜事 既然是喜事 大人因何忧愁 红城是我朋友 我自然喜欢他的性情 不过 一个经常初入花坊的浪荡王爷 要变成自己的妹夫 我想 不论是谁都会有些担心 难道范大人这一生 从来没有逛过青楼 范贤微笑着摇摇头 他今天的心情有些怪异 所以不想与严冰云 做口头之争 此时房内没有举竹 天上星星寄聊可数 院中一片幽暗 范贤回头 看着严冰云眉头内抹在夜色之中也抹不去的冷漠 忽然心思一动 脱口而出 哎 你想不想求我妹妹啊 胡闹 严冰云痛斥提思大人的荒唐问话 范贤耸耸间叹息道 也对 你是一个只爱自己的人 怎么懂得如何疼心女死 严冰云懒得理他 范贤望着他说道 你与沈小姐的事情要怎么收场 人家黄花大闺女被你骗了身子 沈仲可不是吃素的 严冰云的脸上一片冰霜 但是眼尖的范贤 终于成功的第一次找到对方眼神里的一丝黯然 只听着对方轻声说道 我可不是你这种淫贼 至于是 我与他没有事情 范贤明白 严冰云与沈大小姐 注定今后一生天各一方 遥遥相望 虽然不知道严冰云在这个过程中 究竟动没动过感情 想来对于一个痴心女子 他总是会有所歉疚才是 范贤的心思 又转回到弱弱的婚事上 一股淡淡的忧愁浮上心头 其实所有人说的都对 妹妹嫁给李洪诚 总比嫁给几个皇子要强 范贤应该高兴才是 但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其实在范贤的心里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或许只是某些细节 某些最初的反应 比如头前的掌身而起 事后的黯然拍掌 泄露了范贤心底最深处 那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愿望 他对走廊内方的严冰云说道 沈小姐自然是没有办法嫁你 但如果我只说如果 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从来不去想不可能的事情 范贤笑了笑 离开了长廊 严冰云看着范贤消失在黑暗中的奇长孤独背影 陷入了沉思之中 三桩婚事 只是三首小插曲 似乎如此 没有人知道范贤心里的烦恼 一想到那种隐隐的可能 范贤便会浑身寒冷 不知如何言语 远在异国他乡 唯一可以百无禁忌的五竹书 却像失踪了一般 这件事情根本无处可以诉说 事无不可与人言 此事不可与人言 在旁人的眼中 范大人似乎很开心 已经开始准备使团回京的路程安排 官员们以为范大人是紧着回京 筹备妹妹的婚事 同时要抢先在朝廷这一波婚事之后的利益安排中取得好处 谁也不知道 范贤平静甚至愉悦的外表下 早已从当时的惊恶中摆脱 开始按照很久以前设计的那般 按部就班的做着某些事情 阎兵云的话 对范贤有一定的帮助 范贤认为这位阎大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的是对的 不可能的事情 想那么多干嘛 但同时范贤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如果若若愿意嫁 自己这个做哥哥的 自然要让他嫁得风风光光 快快乐乐 幸幸福福 哪怕李鸿城陷入了二皇子夺嫡之事 自己为了若若也要保住靖王一府的安宁 当然 如果若若不想嫁 那就会是一个面目完全陌生的故事 想通了此节 范贤回复了平静 至少是表面的瓶颈 这些天入宫两次 主要是处理两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联姻 姿势体大 连同范贤在内 没有一个人敢怠慢 而让范贤感到有些快意的是 在后宫的强压之下 沈仲与常宁侯方面终于低下了头 两国特务机构 关于后年北方货物非正常渠道输入的利益分配 和具体措施 都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在这个计划之中 范贤这个身兼监察院的内库职司的重要人物 自然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事实上范贤欣慰的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因为虽然今后他的计划 自然需要钱财方面的支持 但走私所得 其实还真不如范贤所图谋的大 真正让他高兴的是 既然渠道方面要做出改变 那么信仰方面的货物输出一定会压缩 进账一定会减少 长公主的势力想来会得到削弱 范贤也明白 长公主之所以坐视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关键还在于自己应称了信仰方面 要好好的配合上山虎 把那个藏着惊天秘密的萧恩救出来 似乎这说明了长公主依然将庆国朝廷的利益 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这种有些像雷锋一样的做法 让范贤有些惊异 也就是在这些天里 病人颜冰云的统筹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当范贤拿着那个暗宗时 也不由赞叹出声 颜冰云的手法很简单 却是最安全妥贴的手段 最大程度保留了庆国潜伏在北方力量的安全 庆国在北齐的碟子分很多种 颜冰云控制的是暗碟 像邮店掌柜和那些潜伏在王公府中的长隋 甚至还有一些官员 还有一种则是明碟 比如秀水街上那些老板 各郡各路南方来的行商 他们主要是做生意 但是周游天下自然也要将有用的信息反馈回庆国 这几日 各处的明碳暗碳开始发力 冬眠了一年的谍报系统开始苏醒 顿时展现了强大的针机能力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等上山虎那边动手 范贤与颜冰云很轻松的坐在史团里面喝酒 范贤看了一眼冷淡至极的颜冰云说道 颜大人 你毕竟是我下属 能不能不要天天摆脸色给我看 我不是拍马屁的下属 范贤微微一笑 直到面前这位在北齐潜伏了四年 有很多不一样的面目 当时谁能猜到 游走于各王公贵族家的云大才子 海商幼子 竟然是沁国的谍报头目 这样的人 一定是一个很擅长于交际 长袖善武的人物 此时对方对自己冷冰冰的 那是因为自己是他的上司 而不是他想要对付的目标人物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颜冰云的扮演者 钱文青 更多精彩 竟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晓鱼团队制作 第二百八十九集 北极方面确实恩蠢 居然这么早就把你放了出来 还能让你安安稳稳地在使团里待了这么多天 如果是我 给我十个食物也不换 这是范某人前世时的某个典故 严冰云自然听着没有什么感觉 也没有一丝感动 或许他们认为朝廷肯用萧恩来换我 本来已经够愚蠢 想到这件事情 严冰云依然有些淤积 不过北极人换回萧恩 却不大勇 还要想着拔子杀他 这更是愚蠢到了极点 那 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 一国如有一人 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完美运转的机器 往往会随着统治者的情绪变化而变化 北极红氏自身就有一界分歧 不过苦河的光芒太盛 所以才会重新叫萧恩求金 如果上山虎不是萧恩的义子 想来 也没有人敢去撩动皇室的决意 那你呢 一路北上 你明明有机会杀死萧恩 却放过了他 如今对方已经身在上京 你却要救他 救他出来后 你又要 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范贤笑了笑 关于萧恩身上的那个秘密 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也正是如此 这件事情的过程 才逐渐显得有些荒唐可笑 他想了想 对阎兵云解释他 这就和下棋一样 虽然最后都是想将对方的老帅僵死 但是我们运兵用族的过程路线不一样 所从中获取的利益也不一样 如果在雾渡河畔就杀死了萧恩 先不说范贤当时准备舍弃的那个族子 还能不能活着回国 范贤也永远无法知道 神庙究竟在哪里 而此次动用了监察院在北方的所有力量 要将萧恩救出来 范贤只是想设置一个棋盘上常见的逼宫局 希望能够在绕了这么多道弯子之后 获得陈平平都没有获得的利益 萧恩不越狱 仅因为不好杀 毕竟上山虎在北齐军方的身旺极高 萧恩这个老鬼啊 活得还真是可怜 啊 到底还是老了 不复当年了 我不建议你亲自出手 如果苦喝真的放下架子出手吧 你走 活下来 范贤默然 萧恩嘴里的秘密 他不敢让别的人听到 只好自己冒险出手 他缓缓敲打着茶几 闭目想象着自己像一位棋手般 有些笨拙青涩地移动着棋盘 在棋盘的两方 当然是老谋深算的人们 是苦和与长公主 是太后与上山虎 与这些人比较起来 范贤实在算不上什么 但是顽童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有先棋盘的勇气 所有的事务性工作都完成了 使团与北齐朝廷同时松了两口气 开始纵情饮宴 范贤也不例外 在平静的上京城 唯一显得有些怪异的 是沿着玉泉河两岸 发生了极其有些蹊跷的命案 而且与这些命案相随的 还有显得格外恐怖的纵火 接连几日 火光映红了北齐人 爱煞了的那道河水 范贤清楚 这些命案的背后都隐藏着些什么 当冬眠了一整年的 庆国情报人员开始行动起来以后 那位叫做沈仲的锦衣卫政府司指挥使 肯定嗅到了其中的味道 而扎根于上京人群中的锦衣卫 也开始做出激烈而有分寸的反应 阎兵云当年一手布下的暗哨 估计在这些命案中已经损失了一部分 毕竟身在异国 要想在对方的鼻子下方做这么大一笔买卖 而不惊动对方 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四处设在北域的整个情报网 被割裂成了数片 所以并不担心被北齐锦衣卫挖出太多的具体 阎兵云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阴沉 监察院四处在上京一共有十七位密碟 而如今为了长公主与萧恩的事情 就付出了如此大的牺牲 由不得他不愤怒 范贤没有安慰他什么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不停地饮酒 寻欢 作乐 招计 大齐天宝六年六月初六 三六连贯 大吉之日 范贤也不相信前世西方理官与魔鬼的说法 所以系上披风领扣时的手指无比稳定 显得充满了信心 他很仔细地将自己随身的武器与药物归类放好 腰带里是一部分 贴身的内衣里有一部分 左手小臂上 捆着那个可以同时发射三指弩箭的暗弩 监察院三处密制的烟药 放在右手腕那个纸截大小的抛袋中 范贤望着桌上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金属盒 瞇了瞇眼睛 盒子打开之后是三枚药丸 红蓝白三色 看上去有些古怪 总让人联想到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红色的药丸颗粒不小 只是药味已经有些淡了 嗅不出里面具体的材质 这是很多年前 费界担忧他体内霸道真气留下来的 范贤想了想 还是将那颗大龙眼式的东西藏进了腰带中 看着剩下的药丸 范贤苦笑了一声 还是推翻了最开始的想法 全部收了进去 可能会遇见那位大宗师 保命的东西 还是多多益善 将药丸藏好之后 范贤抽动了一下鼻子 不知为何脑子里开始亢奋起来 体内的霸道真气也开始沿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宽阔经脉急速运转 身体上似乎每一根毛孔都张开了 贪婪着吸取着这天地间 也许有 也许无的元气 那股淡淡的麻黄树叶味道 让范贤很是兴奋 从桌上取下那把经过改造以后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虎卫长刀 掀量了一下沉甸甸的手感 范贤小心翼翼地用布袋将刀捆在了自己的背上 保持着最为方便出刀的角度 至于腿上那把黑色的细长匕首 这么多年里 似乎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根本不需要再专门注意什么 施压一声 门被推开了 王启年走了进来 对着范贤行了一礼 覆到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范贤点点头 目光扫了一下桌上剩下的几个家伙事 示意他开始动手 我的手艺可比大人差得多啊 我化妆后的样子您没见过 怎么知道手艺比我差了 当年你是都国通缉的大盗 难道还不会乔装打扮啊 隔壁箱坐着的那位 不就是大人您亲手打理的 王启年轻轻一个马屁递了过来 那手艺旁人是不知道 在下官看来 大人可是天上的哲仙下凡 近在胡扯 就京都旁边供那些野仙庙 哪个您想能比我长得好看 一人脸皮厚 一人脸皮更厚 二人这么胡周了几句 有效地驱散了范贤心中残留的最后一丝紧张 王启年身为范贤最亲近的下属 除了苍州城外跟踪 以及最近负责情报联络之外 始终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好在还有一手捧根的功夫 可以让范贤轻松一些 王启年拾起小刀 痴痴地在范贤的眉毛上刮弄着 又从桌上取了一撮和好水的湿灰面 还是往范贤的脸上修补 他觉着粘性与颜色 和范提斯大人面部肌肤依然有些差异 不由皱眉 还是棒个面要好些 哎呀 哪里去找 我头天倒是偷见一个官宦人家 取了些妆粉胭脂 效果倒也不错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王启年和静王爷的扮演者 图特哈蒙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二百九十集 城南一座大宅中 极阔的院落里火把高举 十几位浑身从头蒙到脚的黑衣人 沉默地等待着 在院落的另一方 太师椅上 一位中年人正在闭目沉思 他的右手扶在光滑乌黑的椅手上 轻轻摩缩 双脚看似随意 实则凝重如山地踩在青石砖上 这位便是在齐国北面 抵抗蛮人七年之久的上山虎大将 如今天下屈指可数的名将 北齐军方实力最强 也是声望最高的强者 伴上之后 上山虎缓缓睁开虎目 两道射人的寒光望向面前跪着的那人 静静说道 宫中既然不给我留后路 那我也不会坐以待毙 以此去小心 南方的那些人虽然想卖我一个好 但谁知道他们究竟存了些什么心思 他说话的声音其实并不大 但浑厚至极 就像敲钟一般嗡嗡作响 可以想见这位一代名将 强大的内力修为 跪在他前方的 正是一直在上京城内 郁闷度日的谈舞 当日曾经在使团前 被高达一招制住的军中猛将 他抱拳静岗 大帅 蛮人狡猾 你要当心 本将自有分寸 他近日最后一次入宫 年轻的皇帝 还是没有给他一个准信 太后那边坚持囚禁着萧恩 上山虎心忧义父的安危 这才迫不得已准备做这件犯天条的事情 战家的子孙 果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上山虎苦笑着 如果不是义父知道那个秘密 想来年轻的皇帝 一定会卖给自己这个人情 但是那位年轻皇帝 虽然有些女力女气 但骨子里 还是保留了战青风大帅 遗留下来的雄风 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强国力 甚至领军南下 一统天下的机会 他不会放过 所以义父萧恩 没有可能活着 从那个牢舍里出来 想到义父这数十年来的凄苦遭逢 这位被召回上京的一代名将 也自暗然 去吧 他轻轻挥了挥手 然后回到后院 夫人正急着准备 后几日太后寿臣的礼物 是 谈舞伴跪于地 领命而去 上京城宠武门外侧的一片民宅内 有一处急不起眼的小院子 四处密集狭窄的街巷 在这片民居里穿插着 就算是老上京人 也会有迷路的危险 而那处院子数十丈外 种着些北方常见的桥木 树木挺拔如箭 微白的树皮 在黑夜里也显得十分明显 好在此时已经入暑 今年雨水又充沛 枝叶格外繁茂 范贤小心地调吸着自己的真气 强悍地控制着自己的心脉 让自己被拢在黑衣中的身体 与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 确保没有人能发现自己 他的目光透过那些巴掌大小的树印 往身下前右方的那片宅子望去 冷静地等待着上山虎方面 营救萧恩的行动开始 萧恩就被关在那个小院子里 这是监察院四处花了很大力气 才打探出来的消息 不过今天晚上动手的 却只有上山虎的那些死士 严冰云的那些孩子们 已经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 只是不知道信仰方面 会不会派出什么高手助阵 在上京种地结囚 上山虎这是犯了天条 不论最后能不能成功 北齐皇室与军方的关系 都会陷入破裂的边缘 想到这点 像只树带熊一样 趴在树枝上的范贤 不由就对南方某位贵人 感到万分的钦佩 虽然长公主是一个疯女人 但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疯女人 她从反手迈出盐冰云的那天起 似乎就已经算到了 后面所有的变化 不论如何变化 庆国朝廷都会获得极大的利益 这个女人实在是很不简单 夜渐渐地深了 高树下方的宅院里依然一片安静 远方河畔的婴孩在哭泣 近处车行里的老马 在有气无力地嚼食着干草 天上的星星都躲入了云中 身旁的树叶在夜风里自连地揉搓着身体 整个夜晚似乎与上京城的每个夜晚一样 没有一丝异样的地方 毫无预兆的 扶在树枝上的范贤双眼睁开 望下下方的宅院 越狱开始了 一辆马车缓缓开到了那间小院的门口 同一时间 一辆被灰部蒙着的小推车 也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小院的后墙处 小院里的防备力量似乎没有查到异样 但在高高树上俯瞰人间的范贤 却是清清楚楚地将这些举措看在了眼里 马车上下来了一位中年人 同时范贤发现已经有好几个黑影 消失在了小院的周围 是 负责看守萧恩的锦衣卫 警惕性极高 从墙上露出半个身子 手里拿着一架沉重的弩箭 对准了站在小院门口的那位中年人 中年人是一位范贤曾经见过一面的谭武 只见谭武笑了笑 张嘴欲言之时 忽见两道黑影闪过 一左一右 分别有两只夺命的弩箭 狠狠地穿过了那名锦衣卫的咽喉 鲜血横飞 那名锦衣卫的脖子上就像多出了两根铁条 看上去血腥无比 攻 谭武轻声发布了命令 回应他的却是一声巨响 从马车上下了一位壮汉 身高约有八尺 手握大铁锤 大步跨至小院门口 右手肌肉一蹦 竟是声声向小院的门口砸了下去 看他下手的威势 这小院的木门应该是马上变成无数碎木片 当的一声巨响 震得场中人双耳欲聋 果然有很多碎木片飞溅 但是那扇门却没有破 原来木门里面竟然还夹着一层钢板 高高在树上的范贤巍巍一礼 被其锦衣卫关押重犯的地方 果然不是那么简单 刹那间 院中的锦衣卫已经做出了反应 开始将人手集中到院口 而随着那位壮汉的落锤振振 饶是那层钢板做成的门 也开始支押坐下 颤颤欲倒 似乎已经再经不起脊锤了 一阵喊杀声响起 十来名黑衣人攀墙而上 与里面的锦衣卫杀在了一处 这些黑衣人的武道修为不俗 最厉害的 却是招式间蕴含着血沙之意 每一出招便是风雷相加 舍生忘死 这些常年驻守在上京繁华地的锦衣卫 哪里是这些军中将士的对手 鲜血满夜里涂抹着 顿时被杀得连连退败 范贤冷漠地在树上观看着这一切 知道上山虎的手下之所以要将门砸开 是因为萧恩的双腿被废 根本无法刀刑 还看着那个壮汉 像下苦力一般拼命砸着钢门 忍不住在心里说道 砸墙啊 似乎忘记了萧恩的双腿 是被自己下令砸烂 一声破罗般的声音响起 那层被夹在木板里的钢板终于被那名壮汉给砸烂 没有人发出欢呼的声音 就连院中的锦衣卫也没有发出惊呼 院门吱压一声道下 早有准备好的锦衣卫随身携带细弩 破空而至 凶险至极 那名壮汉的右臂 早已被这十数剂声杂 反振的酸麻不堪 身体内的真气也全数消耗完毕 眼看着扑面而来的弩剑 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做出反应 只听着痴痴无数声响 扑驰声起 那些弩剑全数扎进了他那宽阔的身体内 其中一只刺穿了他的眼窝 吱了一声 一些夹着燕红的精壮物 从他的眼中迸射了出来 痛楚之下 这位壮汉狂嚎一声 带着身上数不清的弩剑 往院子里扑了过去 每一记沉重的脚步踏下 他的身上都会震出一大棚鲜血出来 他只往前踏了三步 便向一座小山板腿染 倒在了石板地上 砸起一阵灰尘 满地兴血 这股气势 却是让院中的锦衣卫 退了三步 感谢收听本集 庆余年 我是剧中范贤的扮演者 刘明月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